相信大家跟我一樣 一定都非常喜歡像這樣子寬闊的綠地 可是常常在找房子的時候 我會發現社區的中庭公園沒那麼大 五九一在這邊提供大家一個小撇步 你可以找低建壁綠的房子 比較能夠達到你的訴求喔 欸欸,ちょっと待って 什麼是建壁綠啊 先來跟大家解釋一下 所謂的建壁綠有成建築密度 或建築覆蓋率 白花點解釋 就是一塊土地能用來蓋建築物的面積比例 來看這張圖會比較清楚 假設這塊綠色草地是我們的基地 總面積為100坪 建壁綠50%的話 就表示只有50坪的面積可蓋房屋 也就是黃色這一塊 其餘都要當作開放空間 像是中庭花園啦 或是公共設施 另外容積率也是重要指標 一樣是這塊100坪的綠色基地 從剛剛建壁綠50%得知 房子最大只能蓋50坪 但在這張圖片裡 總共蓋了三層 共150坪 因此可以算出容積率 就是150% 所以所以民眾買房 一定要先確認幾個數字 如果是100%的建壁綠房子 等於你家滿滿都是建築物 完全沒有任何空地 種花種樹 建壁率50%的話 就有一半空間 可以作為防災綠地使用 而容積率越大的房子 代表樓層越高 可能會影響視線或採光 好 現在就讓五九一 帶大家去看個低建壁綠的案子吧 今天要介紹的超低建壁綠建案 就是在這裡淡水新春街上面的優森學 由於這裡的建壁綠呢 只有23.66%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裡 有將近七成多的土地 全部都是做成開放空間喔 大家一定想問 那我去買房子的時候 到底要選多少建壁綠的建案 比較恰當啊 真的是越低越好嗎 首先 請你先確認建案的基地面積 假設基地只有100坪 就算你建壁率30% 可用空地也只有70坪 但如果你基地有1000坪 即使建壁率60% 公共空間也能有400坪 反而比較大 再來 建案所屬的土地使用分區 也可以當作參考 以台北市為例 有限制第一種住宅區的建壁率 不可超過30% 但第三種商業區 就放寬到65% 假設你非常需要住家 有大量公共空間 建議往建壁率較低的 土地使用分區尋找物件 好啦 今天上課就上到這邊 最後再幫大家整理一次重點 建壁率屬於土地管制 容積率則屬立體管制 分別代表一塊基地上 房子可以蓋多滿以及蓋多高 如果建壁率太高 可使用的公共空間就越少 如果容積率太高 則戶數可能過多 居民的舒適度就越低 買房人生大事 各位要記得睜大眼睛喔